高雄不明感染人家庭群聚在庫納 其中有四例就是九號公布的家族群聚 所衍生的有人感染 在二月一號二號六號就案一九三八零 和新案一九四三二 兩邊各自帶著伴侶來聚會 因此四個人接連確診 再衍生出家人也染疫 另外新增的案一九四三一 則是屬於跨縣市的家族群聚 家族省員有屏東和新北 在二月五號一同用餐 家族當中共六個人都染疫 感染員也還在調查 確診個案相關足跡包括 其經天后宮等獨居廟宇 還有連鎖眼鏡行等共二十一處 不過由於這次家族春節群聚染疫 其中就有學生也確診 本來國校預計十一號就要開學 現在也將要延後 我們延至二月十四號開學 至於先前確診的港區 銀水仁案一九二四四 基因定序也出爐 跟高雄港群聚定序不同 研判應該是登船時候染疫 儘管高雄港群聚 到目前沒再衍生新個案 但緊接著就要開學 市府也延後開學日 並拉高校園防疫層級 防堵疫情持續擴大 華視新聞消息許文藍許達人 高雄報導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真的是還會